大家读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这个诗文字幕志愿者 今天是 Olaf的原因 我讲语文字幕志愿者 这是《世纪文字》的诗文字幕志愿者 在约束文字幕志愿者 由其文字幕志愿者 所属文字幕志愿者 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用一个民字的语文字 那么我 取最具体的意思就是 义靖本人 因为义靖 他自己记载了别人 当然自己是记得最详细的 义靖 他从 中国出发 到达印度 他花了一年的时间 他是在 咸横二年 唐高中的时候 671年 他从广州出发的 我们前面提到 他坐了什么船呢 他坐了一条波斯的船 从海湾地区 从波斯湾地区开出来的船 到了中国现在要回去了 他坐了这样一条船 那么这个 咸横二年 他一定是在冬天 秋冬之际走的 走的一块呢 他到了什么地方呢 走了二十多天 他到了一个地方 叫做智利福士 就是 斯利利加亚 我们在宋和园之间 把它翻成叫三佛齐 那么这是一个 当时海上的强国 他控制了 北到苏门达腊 南到马来半岛 就是马六峡两岸的 马六峡海峡两岸的地方 都被他控制了 但是当时的他的中心 在今天 苏门达腊岛的这个巨港 那么他 这个这个意境 就到了这个地方 很可能是这条船 在这个地方 他就不到印度去了 他要回阿拉伯去了 是吧 那么 这个这个意境 就不得不下来 下来以后 他就要等别的船 到印度去 要等 有船 目的地是往印度的 或者呢 这个风 顺不顺 过了季节 风就不行了 那么 他等了多久呢 他在当地的 这个 智力复世 他居然等了半年 如果他是秋冬季 到 他必须等到来年春天 如果是11月份走 11月12月20多天 然后到明年的春天 4月份 他真的要等 半年的时间 这个时候南风就起了 他从 斯利安卡又可以 从这个 苏门达拉又可以 向北航行了 他 过了马六甲海峡 他到了什么地方呢 他 向西航行 到了 穆罗渝 实际上就是马来半岛的 最南端 我们今天 把他叫马来亚 等等 就是这个地方 他到了这个地方 这时候 他又 停下来 那么这可能是一条 短途的 一条货转 他反正一步一步 向印度靠得更近一点 他又不得不下来以后 他停了两个多月 然后这个时候呢 又有一条船 沿着马来半岛的 西海 向上走 到达了 截图国 那么实际上就是 我们讲的 基党 前面把它翻成叫 故罗 阿拉伯人的故罗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讲的 马来半岛 这个棒锤行 勺子行 最西端的 这个西面 他面临的是 安大曼海 他的东面 狼牙羞 他面临的是 鲜罗湾 一边属于印度洋 一边属于太平洋 他已经到了 印度洋的中部 这个地区了 那么从这个地方呢 他又换了一条船 这个时候已经是 第二年的冬天了 12月份 他才越过了 孟加拉湾 到达 印度境内 那么如果我们看 纪归 南海纪归传 其他的那些僧人 走 各自不同的路 那么有的人 到达了狮子国 到达了斯里兰卡 有的人到达了 像他一样 像这个易径一样 这个船 到达了 印度的东部 那么有的人 甚至到达 印度的西部 都有的 这个说明呢 都是搭的变船 那么这就是 当时在南海上 航行的 这个 各种各样传播的 这个 各国传播的 基本的情况 那么现在 我们要 做一个比较 就是我们 前面讲到了 这个阿拉伯人航海 一本或者是 和苏莱曼 记载了从 波斯湾 巴斯拉 越过了 波斯湾的 湾口后 到达印度 到达马来半岛 然后到达 中国的这个航路 我们对应的 基本上 同一个时代 而方向 相反的 记载呢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贾丹的 黄花四大记 那么贾丹这个人呢 前面做了一个 简单的介绍 贾丹呢 他曾经做过 红卢寺的 寺卿 红卢寺 讲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外国 又使臣来安排他的资助 这个怎么样朝建皇帝的礼节 这个我们今天讲呢 大体上相当于外交部 这个国宾馆 这个外交部的 礼宾司 相当这样一个机构 他呢 就是负责 这个机构的 后来他 职务得到了先生 他担任了 简教司空 就是负责教定 文献 那么他的职位呢 相当于一个宰相司空 所谓三公之一 是相当于一个宰相 那么他呢 这样呢 他接触文献 利用他自己 接触文献 接触史诚的 这样有利条件 他编了很多的书 所以他是一个 有名的地理学家 和制图学家 那么他编过的书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有海内华仪图 有古今郡国 县 道 四仪图书 图书 有龙幼山南图 真元石道路 黄华四达记 土帆 黄河路 等等 那么最值得 我们提起的 就是和 这个 海上 海外交通 有联系的是 两项工作 第一个工作 是黄华四达记 这部书 第二呢 是海内华仪图 是这个地图 这个海内华仪图呢 他花了17年时间 用这个编织刺绣的工人 做出了一幅丝绸的这个图 有十平方丈 也就相当于三丈三尺长 三丈以上的宽 一丈要相当于今天三米 相当于今天我们可以说 十米长左右 十米宽 十米宽左右 这么大的一幅图 这个筹断绣的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他有个简略的 有人把他简略的描绘了一下 刻在石头上 所以我们能够大致看到 他的形象 这是他第一项工作 第二项工作呢 就是他编写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书 叫做黄华四大纪 那么这部书 如果全部保存下来的话 他有十卷 内容是非常多的 我们如果我们保存下来 我们可以知道整个唐代 对外交流的情况 但是非常可惜 这部书已经不存在了 宋代 欧阳修在编新唐书的时候呢 在写地理制的时候 欧阳修把黄华四大纪中间的 一些段落 把它抄下来 抄在了新唐书中间 今天描写唐代历史的 这个关修正史有两部 一部旧唐书 两唐书 一部新唐书 而这部分内容 在旧唐书中间是没有的 只在新唐书中间有 那么黄华四大纪中间有一个 有一个就叫做广州通海一道理 从广州开始 到海外的各个诸藩国 它是怎么走的 就讲的是这样的内容 那么这个内容就是我们要拿来和 一部努或者他的贝克 所记载的从阿拉伯到中国的路 这么记载的 那么它怎么说的呢 它自己讲 它从广州航行以后呢 首先出珠江 离开了珠江口 然后它就从海南岛走 它从海南岛的东面 都在海南岛转一个大圈子 而不是从海南岛的西面 今天海南岛的西面和对面的越南之间 就是北部湾 它从海南岛的东面走 都个圈子 然后呢 就向越南的海岸靠近 首先经过一个山 叫做詹布劳山 那么詹布劳山 实际上就是今天越南县港 越南南方的县港 那么然后呢 它讲一个地方叫做门徒 然后呢 经过奔陀朗 就是今天的 这个我们讲的昆仑岛附近的地方 然后到了昆仑岛 这是这个过去越南南方 吴廷燕政权 囚禁政治犯的地方 一个岛 那么然后呢 它就像长峻一样 从昆仑岛开始 它就离开了海岸 它从东向西 直接穿过了仙罗湾 那么然后 就到达了 这个马来半岛 然后穿越这个马六甲海峡 它自己就想 经过一个地方叫海峡 那就是马六甲海峡 那么然后呢 沿着马来半岛的西海岸向北航行 那么到达了 这个叫婆国南加州 那就是尼克巴群岛 今天属于印度官吏 然后从这个地方 它又离开了海岸 它向西 直接横渡孟加拉湾 那是一幅无际打烊 一幅无际的 它渡过去 到达什么地方呢 它到狮子国 就是近代的斯里安卡 从这个地方 贾丹江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什么呢 就从狮子国直接向北 一直向北走 那就是沿着印度 这个大陆的西海岸向北斗 然后走进了波斯湾 那么然后 到达 这个 在过波斯湾之前 它经过一条大河的河口 大河注入海洋的地方 叫弥兰大河 它就是印度河 然后进入波斯湾 到了波斯湾以后 它登岸的那个地方 叫什么地方呢 叫弗里拉河 就是 这个 今天的优弗拉底河 它就到达了 越来越靠近 登岸以后 从陆路 到达 今天阿拉伯国家的 当时黑衣大师 也就是 阿巴斯王朝的首都 巴格拉 这是他 所走的路 他说 从斯里兰卡 还有一条路 怎么路 他怎么走呢 他提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地名 叫做三栏 然后中三栏呢 下面一个地名 叫做 莫逊 那么然后 最后 到了 也到了 弗里拉 河口 这个学者们 为了去寻找 这第二条路 费了很大的功夫 那么 是一个日本学者 他的名字叫 前导信赐 写了一篇 很有名的论文 他考证了 这个 红海的 这个 和 印度洋交界处 野门的 这个首都 亚丁 艾等 亚丁的 古代的名字 叫 三栏 沙丁 那么 前导信赐 因为 这个 贾丹 所记载的 三栏 就是 这个 亚丁 然后 墓选 什么地方呢 墓选 就是今天 阿曼的 一个古代的港口 叫 苏卡尔鲁 那么 在沙山王朝时期 它叫 摩顿 所以我们知道呢 唐朝的船 另外一条路 它从 斯里兰卡 横行 横过了 阿拉伯海 直接到了 红海的 海口 那么 然后沿到 阿拉伯半岛的 这个南端 走进了 波斯瓦 最后到达 巴斯瓦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地震 它说明什么呢 说明中国的 海船 在那个时候 已经基本上 具有了 这个横渡 大洋的能力 那么 当它从 这个 昆宁岛 从中南半岛 印度自大半岛的 南端 它穿过 仙罗湾 它是越过的 大洋 从 马六甲 或者 这个 吉达 越过 孟加拉湾 的时候 它也是 直接越过 孟加拉湾 到达今天的 狮子国 斯里兰卡 从斯里兰卡 它仍然可以 直接越过 印度洋的 北部的西半部 阿拉伯海 所以我们可以 做一个总结 什么总结呢 就是在 唐代 中国的海船 基本上可以这样讲 就是西太平洋 到北印度洋 这个领域之内 中国的海船 已经可以说 无远附近 没有地方 不能倒塌 都能倒塌 那么最后 那么我们再来讲一下 这个 贾丹 讲到了 黄花四大地 是从广州出发的 那么广州 可以说是唐代 那个是 中国最繁华的 对外管口 是个国际大都市 中国人也知道 外藩人也知道 我们前面提到 在中国境内 随唐两代 中国的境内 都用铜钱 开源通宝 但是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 河西走廊的西域 图西域的地方 用金银 用外国人用金银 第二个就是广州 广州习惯买卖 是用金银来计算的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 外藩人到这贸易 他们只有金银 只有贵金锁 他们没有中国的统签 他必须用贵金锁 就是当时世界的 硬通火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外国人到达广州以后 我们今天出差 把事情办完了 我们就该走了 但是我们前面提到 在古代自然动力 航海的时代 它主要靠气风 它顺着北风 从东南 顺着东南风 从南海到了广州停下来了 他必须等北风起的时候 他等到秋天 他才能够继续回去 这样呢 他就要在广州小住 他要把他的货卖掉 他要采办自己新的货 那么有些可能是因为 事情办完了 北风起了 他可以走了 但是也有很可能 因为到朝廷出事 错过了这个风 的季节 也可能货没有卖完 也可能产丹没完 所以他可能越了一年 这样呢 由于这个季风航海的 特殊的条件 在广州 开始出现了 外国人的聚居区 那么这个区域区呢 中国有个很特殊的名字 叫帆方 因为这个唐代隋唐的城市 都分成街区 一个街区 一个街区 街区和街区之间 等于是 由街道围住的 还有围墙拦住 那么这就叫方 一个方 每一个方都有 都有名字 如果你看洛阳 有这个方 那个方 长安有这个方 这个杭州 也有这个方 那个方 今天还有什么 什么文景方 还有这个方 那个方 外国人居住的区域 叫帆方 这个帆方呢 就是 不但有外国人 而且呢 因为外国人比较多了 他们对唐朝的法律 不太了解 所以他们很可能 行为处事 是按自己的习惯 自己国内的法律办事的 那么因此呢 唐朝政府 就允许外国人 自己 在自己的居住区之内 有长官来管理他们 这个长官呢 我们中国的文献 把它叫做帆长 他有帆长 这个帆方 在什么地方呢 今天 就在我们广州火车站下来 一直往珠江边上走 三四站路的地方 离珠江 不太远的地方 那个地方呢 今天还有一个 一个一个清真寺 叫怀胜寺 那怀胜寺呢 有一个塔 我们今天叫怀胜寺 光塔 光芒的光 光塔 那么这个光塔 所在地 就是唐代的 三方所在地 这光塔就是当时的清真寺 大家为了做礼拜 做礼拜 他要每天 每次做礼拜的时候 有个人在这个 登上一个高塔 一个一个 清真寺旁边都有一个高塔 然后叫大家 安拉最伟大 大家来做礼拜 这样讲 那就是那个光塔 这就是当时怀胜寺的所在地 一直到今天 这个地区 还是广州 回族的聚集区 一直到今天 那么这些回族中间 有相当的部分 都是那些话外人 广州的帆方的后裔 除了广州的 中国人提到广州的帆方 阿拉伯人也提到 阿拉伯的 这个苏莱曼就提到 说这个广州 这个帆方的 这个外国人 居住的人数极多 到了唐朝末年 皇朝的起义军 曾经攻下了广州 据苏莱曼记载 这个 皇朝的起义军 在广州 杀有钱人 中间广州的外国人 杀了好几万人 这就是从侧面 不一定很准确 但是侧面证明 这个广州的当时的外国人 数量是非常多 是一个国际 大都市 大都市 要有 使用外国的钱 印铜货 有大量的外国居民 同时 它又是 进进出出 来往于中国的 重要的门户 那么一本 或者到 那个 苏莱曼 他们记载到中国的航行 外国的航线 都是以广州为终点的 我们的意境 是以广州为起点航行的 这个 呃 当时 这个发险 从 找啊 想回国 他想登陆的那个港口 也是广州 只不过 风偏了 把他吹走了 是吧 那么我们 刚才提到的 这个 呃 杜佑的 那个侄子 杜环 被阿拉伯人俘虏了 在阿拉伯待了12年 他回国 最后他登岸的港口 也是广州 所以我们从 呃 广州作为一个 中国和外国 交通的一个 关联点 从当地的居民 中间 呃 非中国 血统人士 的众多 从当地 行用的 这个货币 这几个方面 我们都可以看出来 广州和当时 中国的许多 其他大城市 是不一样的 是一个繁华的 对外交往的 国际性的大都市 好吧 那么我这一讲 就到这个地方结束